好 今天就是來分享一下我去日本玩 買一些票券比較便宜的方法 那通常我去日本會買三種 一種就是交通票券 另外一種就是遊樂園或是公園什麼的入場券 那第三種就是有一些 掌握台的優先可以先買的優待票 那我通常就是買這三種 那我通常買呢 會比較有長機會買到兩種 第一種就是很便宜的價格 那另外一種就是普通便宜的價格 通常我要買的話呢 我會比一下各個網站的價格 像是KKROG、KKDAY 又或者是一些旅行社的網站 然後你注意這些旅行社的網站的價格之外呢 你還要注意日圓的匯率 如果你離你要去的時間還很長 你可以慢慢觀察日圓的波抖 你還是可以再買到便宜一點點 但是其實不會價值太多 除非你的票券的價格 票面額非常的高 你才有可能因為一點點的那個 匯率的波抖 而得到比較多的一點的 價格的便宜、價差 那普通我自己買的方式 其實我查完之後通常 旅行社KKROG跟KKDAY 他們差的價格不會太多 除非真的差了很多才會選 那如果是便宜的話 你就看哪一個便宜在哪邊賣 但是通常我都是用KKDAY或是KKROG 因為這兩個網站 你在用SHARK BAND連過去他們連結的話 通常是還會得到一些額外的優惠 那其實日本的票券都不便宜 所以你買下來它扣下來折扣 通常就會比旅行社單賣的價格還要便宜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這個方法去買到比較便宜一點點的票券 然後第二個 可以買到很大的折扣了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三個裡面的其中一個 就是KLOG KLOG它一年裡面會有一次到兩次 會有那種很大的活動 就是你全站可能有85折或是9折的 那就拿我去年的12月買的全日7天鐵路通票那一次的活動來講 它那一次是一個早鳥活動 就是如果你買6888的話 你就可以全站商品 就是不限 你可以買到85折的價格 那我當初買那個鐵路通票的話 是原價7700 那折完之後就只剩下6000 6500左右 只折掉1000多塊 這個折1000多塊的價格 是一般你在買這些票券 絕對不會出現的價格 所以如果你旅行的日期離很遠 你其實可以等一下它 會不會有出現這種大折扣的事件 可以等到可能一個禮拜前再來買票券 如果它真的沒有出這種活動的話 但即使KLOG它沒有這種很大的活動 它也是定期都有一些 可能你買1000它就會折300 你就可以去這一種的 但是通常那種買1000折300的 好像都不是用交通票券 或者是遊樂園票券 它下面規則都會有寫 要自己稍微看清楚一點 搞不好還會比Sharebank 淋過去的優惠還要多 但是就是要看你買的票券金額 的最後計算出來那個金額的差異 自己去決定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等這種大折扣的話 就是要稍微等一下 它一年裡面可能會有一到兩次 像我這次等到是在12月左右 去年12月左右出 它還是辦一個著鳥的 但是在前一年 它是在1111的慶祝活動 就是大家一起在封那個1111的時候 的那個慶祝活動裡面 好像是買7777 它就折1111塊錢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每年 會有一到兩次這種大折扣的活動 但是通常應該都是在年底比較多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買明年年初 可能過年啊 或是櫻花季的票券的話 你可以考慮稍微等一下Klog 看看它有沒有這種很大的折扣 這樣搞不好意外的 你的交通票券就可以賞下一筆 不錯的金額下來 就這樣 拜拜